所以现在我的人就在台湾的机场 准备要上飞机飞回去马来西亚 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旅程我只能说 两个字 遗憾 为了要了解遗憾这两个字 我必须带你们回到我来到台湾的开始 我逗留的城市是台北 是个现代化的大城市 拥有了本知名地小巷 繁忙的购物街和现代建筑 这时候台湾的天气是非常的闷热 只要一踏出门口身体就会马上飙悍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不自在 但是这里的交通都非常的方便 只要有张悠悠卡 几乎捷运到哪个角落都不是问题 好几个晚上我都去到西门町寻找晚餐 但是那里的人潮非常的多 就算听过什么再有名再好吃的食物都不轮到我吃 因为在闷热的天气下 我真的无法有耐心排场对买食物吃 但是台湾的小时选择还是非常多 来到台湾当然不少的夜市 台湾的夜市提供典型的饮食体验 是台湾流行的现代文化 我也去过了其中几个景点 比如说台北101 目前排名第十一最高的建筑 可惜我没办法上去看一看 因为我到达的时间已经是太夜了 再来就是去到自由广场 一个24万平米方的公共聚会场所 可惜我却没机会进到中正纪念场里去了解更多 因为当时我能够逗留的时间不多 所以只是在外面拍拍就走了 他们说去到台北一定要去九份 九份曾经是一个仿荣的金广镇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的成为了旅游景点 因为我到达的时间也挺迟了 所以只带着趁天暗前赶紧到处去拍的心态来去逛 来到这里除了美食和漂亮的街道 你也会发现到处都是无脸男的产品 因为这里就是一部出名的日本动漫 千语千询 坐着Miyasaki Ha要取景的地点 看到这里你应该都会发现过去的好几个地点 我都是很迟才到达 因为想到闷热的天气我就不想出门 原本想着反正还有两天的时间让我去拍剩下的东西 但是没想到我在台湾的最后两天都是在下雨 所以在这个旅程让我学到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时间不会停留给你 一旦过去了就无法倒退 也许我应该好好的去安排我的行程 好好的利用我所有的时间 而不是告诉自己反正还有时间不用着急 那说到时间 我也想趁这时候感谢Daniel Wellington 赞助了几款手表让我搭配我的服装 在我上个瑞典的行程 我有机会经过他们的店 因为刚好Daniel Wellington也是来自瑞典的一家手表公司 那只简单却很优雅的设计真的很好搭衣服 交流你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他们的官方网站看一看 因为在这段时间购买的话 还可以免费得到一个手表袋 记得使用我的discount code JOSHUA 就能够得到15%的折扣 所以说一时的懒惰而换来一个后悔的心情回家去 让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倒退时间的超能力 可是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能好好珍惜 接下来有机会出国的每一分每一秒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什么我们可以做 The final hour Before我们让它去休息 It's such a heartbeat Founding in your chest In this story Oi